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哦 所以刚才就是一样的啊 所以就是刚才我就是有停留到那个正电跟负电啊 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原因就是它的那个原子的那个原子里面的那个电子的失去或者是得到咯 因为每一个原子呢它四周围就是会环绕着那个电子的 所以当然原子里面它就是会有原子核啦 所以失去的呢就只是电子而已 因为电子是在外面所以呢很容易失去或者是得到啦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只要是你一稍微摩擦的话呢 它的那个电子呢是可以互相移来移起 所以主要的静电呢我们就只是看绝颜体而已 OK吗所以这一个课程啊第九章呢我们就只是看绝颜体罢了 我们不能看金属体因为金属体本来就是可以导电的 所以根本就是不符合跟这个章节啦 OK吗根本都不符合这个章节啦 因为那个金属的话呢因为如果你没有摩擦的话 它其实随时随刻都是可以产生出静电 OK绝颜体的话就不行绝颜体的话它一定要摩擦 因为绝颜体呢它本来一开始它们通常都是中性的 OK它们不是带正电也不是带负电的 绝颜体的话呢它是要靠一些些的那个过程它才可以导电啊 然后呢金属体的话它一路以来都可以导电了 你没有摩擦它也是可以导电了的 OK吗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摩擦起电它就是这个原因啊 所以摩擦起电它不是要创造电哦 OK记得啊摩擦起电并不是要创造电这个东西 它就只是纯粹要把那个电子转去另外一个物体而已 所以呢当电子转去另外一个物体的话呢 它就是会产生出那个所谓的spark啦 所以因为电子跑去别的地方 所以它才会有那个电流跑出来 OK所以呢金属产生的那个电 是属于正电还是负电呢 因为金属它有很多种 所以呢我们很难看到 所以我们很难看到 因为我们元素里面有很多很多种金属 所以可是呢大部分的金属呢都是属于真的 OK吗 它都是positive charge的 OK吗 它都是positive charge的 OK吗 大部分的金属都是positive 因为金属是很喜欢正电盒的 OK吗 通常金属都是会失去电子 你这里OK吗 OK吗 OK吗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啊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 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就是英文的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neutral就是真的咯 OK 啊不是真 中心咯 neutral就是中心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负电盒 蓝色呢 123455个一样 所以呢它的真电盒的数量跟负电盒的数量一样 它们就是中心 如果呢它是negatively charged 就是说负电盒的话 负的话你可以看到蓝色会比较多 啊 负电盒的话呢 蓝色会比较多 多了两粒 所以它才来讲减2 看到吗 多了两粒蓝色 它就讲减2咯 然后呢如果它是真电盒的话 加3 意思说它的多了三粒 正电盒的意思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 正电盒跟负电盒的数量呢 就是会影响一个物质 它是否是正电盒 还是负电盒 OK吗 负的话就是讲负电盒的数量多咯 正电盒的话呢 就是正电盒数量多咯 就是这样简单的而已 OK吗这里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蛮OK啦 OK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啦 下一个slide 所以下一个slide的话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咯 原子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间就是原子盒 四周围呢就是电子 OK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结构啦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原子的结构 所以呢这个的话其实是你们下半年 就是会上化学的时候呢 这个部分其实是会比较细讲一点啦 只不过我要多多少少给你们 监视到那个原子呢 其实它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 OK所以呢在我们的课程范围呢 课程范围里面的话呢 那个原子呢就是会由这三个东西组成 就是说电子 然后proton就是质子 neutron就是中子 OK电子、质子跟中子组成的 OK就有这三个东西 当然中间的那个原子盒呢 就是会被电子环绕着咯 所以这个其实又在重复了啦 OK所以这个电子的话呢 产生静电 我们就是要失去或者是得到电子 它才会产生静电啦 OK嘛 所以这一些就是它的那一个 一些些的那个介绍啦 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啦 接下来就是后面的那一个想一想那一边啦 OK 所以想一想 所以刚才呢之前的话呢 之前的话呢 我们就是会有碰过 就是说在9.1那边 我们用磨皮 啊磨皮不啦 毛皮摩擦那一个 橡胶棒嘛 然后呢我们又用丝绸来摩擦那一个 玻璃棒嘛 所以我们到底是怎样分得出 哪一个是正电哪一个是负电呢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规律的 OK所以 before我们进入那一些规律之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摩擦时 橡胶棒速薄电子的能力比较强 所以呢通常电子呢 它都是会转移到橡胶棒身上 所以橡胶棒它拿到更多的电子 OK 橡胶棒拿到更多的电子的话 所以呢橡胶棒就是会带上负电哦 所以很明显的 你拿到越多电子 你拿到越多负的东西 负能量的东西 你就是属于负电啊 就是这样的意思 OK嘛 然后当然毛皮呢 毛皮呢它失去更多的电子了嘛 因为它摩擦了过后呢 毛皮失去更多的电子 因为那个毛皮身上的电子呢 转移去橡胶棒身上 OK 所以毛皮失去越多的电子 所以呢 它的正电荷的数量 就变成多过负电荷的数量 所以就会带上正电哦 OK 再重复多一次哦 因为橡胶棒 它从那个毛皮身上 得到更多的电子嘛 所以导致橡胶棒身上的那个电子 越来越多 所以它就是会带上负电 然后呢毛皮呢 它失去更多的电子 所以呢 它就带上正电哦 OK 所以正电荷数量跟负电荷数量呢 纯粹的就是讲到电子跟质子的数量啊 OK 因为现在你们没有学到很深入 你们没有碰过电子跟质子 所以呢 它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它就讲到正电荷数跟负电荷数 所以呢 其实它就是讲到质子的数量跟电子的数量 OK吗 简单来讲 正电荷数就是代表着质子的数量 然后负电荷数呢 就是代表着电子的数量 OK吗 所以它们就是讲到charge啦 charge OK吗 这个可以吗 可以吗 OK吗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些charge charge的东西呢 它就是 就是像我们 刚才我跟你们讲的咯 如果它要是负电的话呢 它要怎样算呢 如果它多了两粒电子 我们就讲负二咯 如果它多了三粒 质子的话呢 它就是正三咯 所以这一个我们就可 怎样区别得出负电跟正电 只不过这个呢 确实是下半年的啦 所以你可以的话呢 你可以先 就是先知道我们有这些东西的啦 OK 所以这一个就是一些些简单的东西而已 OK吗 这里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想一想那边 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啦 我们再继续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这里的话呢 又有一个咯 毛皮跟橡胶相比 哪种物质里的原子和素薄电子的能力比较强呢 所以在这里的话 毛皮跟橡胶棒 它当然就是橡胶棒 它素薄电子的能力比较强啦 因为它带负电嘛 它比较容易拿到电子嘛 所以呢 它就是素薄能力比较强咯 然后毛皮素薄电子的能力比较弱嘛 所以它就是会带震电啦 因为毛皮它失去 它比较容易失去电子 所以当然失去越多电子 它就越来越震啦 就带震电咯 OK吗 所以这里就是它一些些的那个区别啦 只不过呢 在这个课程里面的话呢 所以 比如说那个活动室里面的话 活动室里面的话呢 它又在用不一样的物质来比较 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呢 它就是用丝绸、玻璃跟保鲜膜 三个不同的东西 之前大考里面 它曾经有考过就是说 要你们写一个类似好像步骤 OK 大考哦 就是说你们出二的那个第一次大考啊 去年呢 它就是有曾经出过就是说 要你们写这一些些的步骤啦 实验步骤啦 OK 实验步骤啦 就是说用什么来摩擦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比较哪一个比较容易 捕获电子 哪一个比较容易失去电子 类似这样的实验 所以呢 这一些呢 如果还有出现的话 一些些在你们课本里面的那一个实验步骤呢 可能是你们可以用得到啦 就是说我们用来摩擦还是什么咯 所以它就是会有玻璃棒 丝绸跟保鲜膜啦 所以我们要怎样得到呢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活动室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保鲜膜进丝丑摩擦过后 它就是会带负电啦 OK 保鲜膜进 那个丝丑摩擦过后 它就是会带负电啦 然后呢 在摩擦时 最容易失去电子的就是玻璃棒 然后最容易捕获电子的呢 就是保鲜膜 OK吧 最容易捕获电子的 一定是保鲜膜啦 所以这一些都是它的那一个 之间的那个区别啦 只不过呢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呢 真正的重点呢 就是这一个表 小档案那边 OK 真正这一个啊 是你们 需要知道的东西 小档案这里哦 画一个星星 并不是所有的小档案 都是要去读的啊 这一个第九章 这一个小档案 你要去读啊 OK 你要去读啊 这一个小档案 所以呢 我需要你们 highlight起来 一些些 你要知道的东西 OK 你要知道的东西啊 你要知道的物质啊 所以我现在开始了哦 OK 所以呢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的话呢 我用那个圈圈来框起来啦 一下子啊 format shape OK 我用圈圈来圈起来啊 所以呢 你们需要highlight的东西啊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人手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玻璃 一 三的话呢 头发呢 头发有时候会出现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又是那个毛皮 丝绸 所以你们自己highlight起来啊 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懂啊 哪一个是正店 哪一个是负店 通常呢 他的那个考试呢 他出现的就是 一些些 一分两分的东西啦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完美主义者的话呢 你就背咯 如果不是的话呢 一些些重要的东西 你就知道就OK了 木头的话之前有出过啦 然后跟 还有一个的就是 那个保鲜膜 哦 跟这个后面 后面的话 后面的话呢 这个东西的话呢 其实他们都是plastic的 怎样讲呢 后面的这个啊 后面这 后面这两个啊 就是说 寄乙烯跟寄丙烯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plastic来的 塑料来的 OK 从不同的意思哦 这些圈圈圈起来的东西呢 就是通常 他们都是会主要 就是拿这几个东西呢 所以比如说 是人手 玻璃 头发 毛皮 丝绸 纸 木头 印象胶 保鲜膜 跟最后的plastic OK 寄乙烯跟寄乙烯呢 都是plastic的 我全一个罢了啦 因为 他们两个都是plastic的 所以 它 越后面呢 它其实都是plastic的 所以 它的意思是怎样讲呢 就是说 靠左边 OK 靠左边的话 他们通常 捕获能力 捕获电子的能力是比较弱 所以呢 它们都是正电的 OK 比较 容易变成正电 OK 左边的呢 就是比较容易变成正电 右边的呢 就是比较容易变负电 OK吗 好 左边 左边的 都是 比较容易变正电 右边的呢 比较容易变负电 这个东西 你们highlight起来 这个是一个表 然后 至于为什么它有这样的性质呢 其实都是看它各自各自不同 那个物质里面 本身的结构 OK 至于它的结构是怎样呢 那个是大学了 OK 那个是比较属于大学的level了 所以在我们初中呢 我们就只需要知道它一些些的规律 就OK了 好 然后这里的话呢 通常 考试呢 它不会要你们全部东西背下来到完全不 你多多少少要知道的就是课本里面能找到的东西 它通常都是会在考试里面出 刚才我们在课本里面就是有看到就是人手 不是玻璃啊 毛皮啊 丝绸啊 橡胶啊 等等之类 这一些呢 通常都是会比较优先出来 然后甚至是plastic也是一样 OK吗 所以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意思说这个小档案里面 越左边 它就是比较容易失去电子 带上正电 越右边的话呢 它就是比较容易束缚 束缚 束缚那个 束缚那个电子 对吧 刚才我们就是会有那个所谓的束缚 OK 束缚了 束缚那个电子 所以呢 补货或是束缚电子呢 都是一样的 OK 束缚电子能力比较强 所以呢 比较容易得到电子咯 这里 OK吗 这里OK吗 所以9.2呢 它的那个精髓 OK 比较主要的就是你们要懂得 你要怎样产生静电 静电呢就是摩擦起电咯 怎样变成正电荷跟负电荷呢 它就是电子的失去跟得到 OK吗 你要把一个物质变成正电荷跟负电荷的话 带正电跟负电的话呢 主要的就是电子的移动 就是说失去跟得到咯 它才可以变成正电或者是负电 然后呢 在这个的话 表里面 越靠近左边的 就是 越容易变正电 越靠近右边的话呢 越容易变负电了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你们需要知道的东西 OK吗 所以你们就可以用这个表 来比较 摩擦两个物质 摩擦了过后 哪一个是正电哪一个是负电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表来比较 比方说我用玻璃跟丝丑摩擦过后 OK 玻璃跟丝丑摩擦过后 所以呢 玻璃靠近 左边嘛 所以玻璃就是正电咯 OK 然后丝丑呢 就是负电了 OK 玻璃就是带正电 丝丑呢 就是带负电 OK吗 嗯 OK吗 这里 有什么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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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 没有问题的话呢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 我们 这个 我们 其实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 其实今天就是这样 OK吗 好 我们其实今天就是这样 因为那一个 这个章节 还有什么 小问题吗 OK before我们结束之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一些些课本的习题 before我们结束之前 一些些课本的习题 就比方说 大考呢 他可能会这样问咯 OK 比方说大考呢 可能会这样问咯 看到吗 所以 用毛皮摩擦 橡胶棒 然后橡胶棒带上了负电 这是油鱼 怎样讲呢 橡胶棒有多鱼的电子 所以就是Donkey咯 OK 然后呢或者 接下来下一个的话 就是说 这个是会比较 难一点的 所以刚才我就是有强调咯 就是说那一个小档案那一边 你最好的话 多多少少 你背几个东西下来 OK 背几个东西下来 所以结果呢 羊毛带正电 所以羊毛跟橡胶棒相比的话 哪种物质的原子 和束缚电子的能力 比较强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所以呢 橡胶棒束缚电子能力 比较强 所以电子从羊毛转移到橡胶棒身上 然后橡胶棒带腹电 毛皮则带腎电 这个呢 就是你们的 Answer Technique 就是说回答技巧 OK 这是你们的回答技巧啊 你们要怎样回答呢 就是要这样写 如果考试有这样问 你要这样写 就对了 电子的转移 那个是你们的主要的 那个keyword 你们的point 电子的转移啊 得到或者失去 这一种 就是要看到这个 那个答案 OK吗 所以呢 你的考试呢 就是要看到你们 写电子 怎样失去怎样得到 这个是你们的答案 OK吗 可以吗 所以这个呢 主要的就是要你们自己去背了啊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如果没有问题了的话呢 呃 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啊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啊 呀 所以剩下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OK 没问题啊 OK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你们可以下线啊 你们可以退出来了 所以我结束了啊 OK 所以明天见 注意下amine definitions 3 1 1 2 1 2 1 2 2